大家好,我是阿瑩 今天的主角是與《摘跡》完全沒有關係的《摘跡2》第二集 電影的宣傳著重於江湖片的回歸 給我的感覺是一套時光倒流的電影 如果它是1995年上映 硬燈、咬傘、土油 一張飛當年我一個年輕人 帶著四五個表弟妹坐在樓梯一起看 甚至連內容、電影中的年代 《摘跡》、所有東西都回到1995年一模一樣 當年十歲所有的我,當然覺得好看 但到我今天 做一套1995年水準的電影 我的要求一定會讓你做一個全新的題材 或者一個全新的故事框架來得比較高 這是為何很多人看一集的時候 都會覺得第一集好像好看很多 而這套《摘跡2》 究竟能否做出類拔碎的電影呢 正所謂《廚房有兩樣黑星》 廚房有兩樣黑星 一邊是乾炒牛河 一邊是咕嚕肉 不錯 人人都做乾炒牛河 你要做出類拔碎的牛河 我自然要比你做一個原創的角色更加難 而更恐怖的是 香港這幾十年 有100碟牛河在這裡 和你比較 你做到一模一樣 即是你不要說你比它差 你只不過是做到一模一樣的話 你也要千垂百年 你才可以令人信服 我在片頭之後 就會拿這碟乾炒牛河來評價一下 究竟《Good Old Days》 還是重複犯錯呢 大家聽我說下去就知道了 歡迎大家來到我們頻道 我們頻道主要是做一些影視評論 每個星期二、四、六出片 我們有時會分享一下電影冷知識 有時會幫你試試戲服不服 想看就訂閱我們 而且我們開了IG和Flash 主要是用來和大家互動一下 亦會有一些獨家的內容在裡面 快點追蹤 如果你們喜歡我們 可以按這個按鈕請我們看電影 可憐一下我們幾個乞兒仔 我們會很感激你們的支持 我開始拿乾炒牛河出來 大家準備好要接路 我準備了10碟牛河 碟碟經典 第一碟當然要說1986年的英雄本色 我沒做大哥很久了 這套是黑社會電影的No.1 作為江湖片的開路者 到了幾十年之後的今天 我們還是會用Mark Go 來稱呼那些穿著乾濕外套的大哥 即是人生必看的一套電影 那你擇跡而遇上這個開山祖師爺 當然不敢做一次 先輸一仗 第二碟 1988年 兩年之後 我在黑社會的日子 第二碟的牛河已經加了新的主法 他是在描述一個不想做黑社會的黑社會 主角如何無奈地在情義和自己的意願中間打轉 嘗試表達黑社會除了義氣、英雄等正面特質以外的東西 紮跡而面對著法歌生涯最佳之一 當然也不夠 立即落下一碟 第三碟 同樣是1998年 傳奇大廚王家衛的盛名作 王國卡門 他在玩藝術玩到走火入魔 他連劇本都不要之前 其實他是在做什麼呢 而他也嘗試令黑社會人士變得有血有肉 不再是某種性格的Prototite 角色是立體化很多的 擇跡而面對著第五十屆康城影展的最佳導演 輸都正常啊 到第四碟 1990年周星馳主演的悲劇或正劇 《江湖最後一個大佬》 這套主法也很有新意 就是他嘗試告訴觀眾 黑社會中的什麼喜歡、規矩等 其實全部都是用來賺錢更有效率的手段 非常真實、非常赤裸 擇跡而面三個人都喜歡先、規矩行後 賺錢更加不在他們的項目中 在有血有肉方面,自然又會輸 到第五碟 1996年張智琳主演的金榜題名 天才編劇陳十三的作品 導演李慧文 這套是拍出了杜杜地地的香港味 華富村溺溺在目 笑不驚視的主角成為了權力鬥爭的犧牲品 1996年是劉偉強《古惑仔》系列的元年 本片是同一年出產 但又有著完全不同的味道 扎即義可能是《古惑仔》那一派 但你問我,我還是覺得 非常完成陳浩南 第六碟 1997年《一個自投的誕生》 一套即使是2023年在任何一間戲院重演 仍然是一票難求的超級佳作 多重宇宙江湖片 韋家輝導演加編劇 藝術片的古惑老電影 人生命運環環相購的作品 整套戲發人心醒 兩個字可以形容神作 四個字可以形容超級神作 我夠膽說是有史以來最好看的港產片 第七碟 1998年《野獸刑警》 當年金像獎的最佳電影 陳家常和林超賢共同執導 如果說江湖最後一個大哥 是告別舊友的所謂江湖規矩 那麼《野獸刑警》 就是在黑幫電影開創一個新的世界觀 舊式的江湖道義 隨著王秋生在最後一幕一起倒下去 也宣告了世界觀不完整 人物描述不完善的江湖片 在香港再沒有蠟燭地位 第八碟 剛才那些有史以來最佳 又金像獎最佳電影 拿來比好像大欺世 這次我拿出這碟 是吳鎮宇主演的虛霸 《渣血人兵團》 就連這種低成本 黏著古惑仔的設定來出的B級片 他們也有嘗試在碟牛河裡加一些新的主法 這次加的是他的主角 即是江湖人物 他最大的特色是貪生怕死 那個矛盾撞下來 劇情是很精彩很好看的 第九碟 當然就是超級瘋狂 2000年的江湖救急 做阿大不是這麼想的關老二 關公的出場 保鏢的我愛你 律師的我靠黑社會搵食 但我不是黑社會 阿嫂的我這輩子 都不會讓你知道那天發生什麼事 全部都是人物刻畫的教科書 人物多麼立體 多麼有自己的生命和秘密 扎積二 人物的說服力就是到不到這個位置 我看不到為什麼三兄弟要這麼愛王德濱 我看不到為什麼阿嫂在幫派裡還有他的影響力 好 到最後一疊 我這次就拿王德濱的作品出來 相信你扎積二無論如何都要贏了 王德濱 2008年黑勢力三級的光護片 這次真是Apple to Apple 你也有三級 他也有三級 這樣說 旺角卡門的Tony 不會走進去條頸嶺 斬烏鷹老母 金榜提名的飄哥 他要做事 他也不會買起飛船全家 但到了2008年 王晶就跟你們說 既然都做了黑社會 要搞,當然是搞 台灣的說法是 指指要挑遠的吃 專門找你身邊的人下手 妹妹、兄弟、老人家 無一幸免 是我看過最恐怖最恐怖的光護片 因為真是出得來行 你家人預料要還 扎積二 為什麼贏不了我以上說的10碟牛殼 甚至我敢說 我可能舉到第20碟牛殼 他們都未必贏得 很簡單 因為他沒有嘗試新的主法 而舊的主法也不夠經典做得那麼好 自然一定打不進我心目中的排行榜 我不是說他做得不好 也不是說他是垃圾 他一定不是垃圾 但要打進我心目中的 江湖片排行榜 就有相當的距離 之後會有少少劇透 我劇透線都不下了 都來到這個位 反正都不是什麼重要的事情 這部電影最大的問題 是人物的情節真的說服不了我 兩兄弟叫陳家樂先走 然後他們跳槍出去追那個人來斬 最後當陳家樂走樓梯走出來 落到大門口 兩個人就絲絲然跳下來 喂!什麼這麼適合呀?陳先生 既然一樣這麼快 觀眾要如何理解他跳槍這個動作 如何理解他兩個人一起跳槍這個動作 黃德斌最大的挫折 就是輪椅上不到那一級樓梯 即是說 有泳池別墅的他只要花4萬元買一張電動輪椅 他就可以換回自己的自尊和生命 那觀眾要如何說服自己 哎呀!這個大哥很慘 他老婆要幫他報仇 很有道理這樣呢? 貓仔哥 你明知道整個社團都在找你 但其實他們沒有找你老婆和你兒子 為什麼你不能叫老婆一個人來香港生兒子呢? 是要冒一家三口的險回來香港 但又不是賺得多呢? 大哥王中澤 你處事不公正不公平 經常偏幫自己兄弟 賺錢又不是特別多 為什麼整個社團還是聽你說呢? 你收不到樓 為什麼老闆不發你爛爪好乖地等你呢? 太多太多這些問題了 對呀!你這碟牛河是有牛肉有河粉 炒出來是可以吃的 牛肉沒有變壞、河粉沒有過期 但因為煮法沒有新意 技巧也不是千除百年、爐火純青 所以扎即義 注定只能成為一套水過鴨背的電影 好!今天我要分享的就是這麼多 如果想接收多些類似類似的資訊 或者看多些我們的評論 麻煩幫忙CLS 留言、留言、讚、讚、讚、訂閱 我們的頻道 我是阿影,下次再見